清朝官员出行排场有多大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05年 真实记录了云贵总督丁振夺 亲自前往东塔寺主持庙会的真实影像 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条道上随行人员在前面开路 丁振夺则是坐在轿子上被四个车夫抬着出行 作为两省的总督 地位自然也是相当高 出门根本不需要不行 坐在轿子上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而总督的出行 身边自然有许多带刀侍卫保护 他的人身安全 一条小道上面除了有不少官兵之外 路旁还围满了百姓 可能也就是看个热闹 还有不少小孩跟着这些官兵们一起走 时不时看向镜头 毕竟那个年代摄像机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新奇的玩意 队伍后面几个打着伞的 官兵时不时跟小孩玩闹 气氛相当融洽